婚后不久 我的丈夫杨光明 跟我的亲生妹妹林月勤 搞在了一起 儿子哭着不许我离婚 母亲劝我说 家丑不可外扬 我为了他们忍气吞声 但常年累月的压抑 使我患上了乳腺癌 最后郁郁而终 结果死后 我却看到 儿子在我的葬礼上 改口叫林月勤妈妈 母亲一脸笑意地站在一旁 看着这一切 重生归来 我要你们血债血偿 姐 你就放过我们吧 我是你亲妹妹啊 林月勤下的脸色煞白 顾不得赤身裸体的狼狈 一个劲往杨光明身后钻 月儿 你先把刀放下 咱有话好好说 杨光明勉强镇定些 伸着手想 抢我手里的菜刀 我看着眼前的两人有些猛逼 我重生了 重生在发现 杨光明出轨林月勤的这天 上一世 我发现老公 跟我的亲妹妹 在床上滚坐一团石 整个人都快气疯了 从厨房抄了把菜刀 就想活活剁了这两个王八蛋 慌乱中 林月勤给妈妈猪招地打了电话 妈妈十分钟就火速赶到了我家 我抱着我妈 哭得不能自已 宣泄着心中的委屈 以为她会给我主持公道 却没想到她张嘴就是劝我稀释宁人 月威啊 这事儿是你妹妹不对 不愿你生气 可是家丑不可外扬啊 传出去了 你和光明还咋过 月勤还咋贱人啊 咱家脸面不要了 难不成 你想妈出门被人议论 被人戳几两股吗 最终 我在妈妈的劝说下 放过了这俩畜生 他们不仅不知悔改 反而在我眼皮子底下 变本加厉地偷情 这一次 没这么便宜了 我掏出手机 直接将两人赤身裸体 搂包在一起的样子 拍了下来 你们俩 跪下 杨光明和林月勤愣住了 姐 你在说什么 你快点 把手机里的照片删掉 我扬了杨手里的菜刀 直接一刀砍在了旁边的大衣柜上 我说 让你俩滚过来跪下 我抬手晃了晃手机 姐夫睡了小姨子 哼 这算是个大新闻吧 要不要我把图片 发到家庭群 和小区的业主群 给大家看看 林月娥 你别闹了 杨光明似乎是不相信我的话 直接扑上来 要抢手机 我反手用菜刀 在她胸前划了一刀 鲜血瞬间躺满了胸膛 林月勤整个人吓得尖叫 滚过来 跪下道歉 否则 我就请大家 一起欣赏一下你们的活春宫 见我来真的 两人 拿着床单被照潦草的裹在身上 跪在我面前心不甘 情不愿地道歉 我将手机打开 录下了他们 这恶心人的一幕 我背着包摔门离开 先是买了两个U盘 将拍下的视频存了进去 然后 将其中一个 存到了我们当地的迷你舱 我握着另一个U盘 来到了C市最大的律师事务所 我要跟杨光明离婚 这是上辈子就想做的事了 可惜到死也没离成 当初儿子听说我要离婚后 大哭着说 我要是跟他爸离婚了 他就不活了 我妈也在一旁帮腔 说我要是离婚 让这桩丑闻传出去 他就从楼上跳下去 死了 也比没脸做人强 为了儿子和妈妈 我选择了妥协 一忍 就是二十多年 这次 我说什么也不想再跟这个人渣 有任何瓜葛了 我找了全市最有经验的律师 尽可能地希望 让这个畜生净身出户 杨女士 在法律上是没有净身出户这个词的 我们只能最大限度地 为您争取权益 李律师在听完我的描述和需求后 冷静地帮我分析 离婚案争议最多的 就是财产的分配 和孩子的抚养权 既然您不打算要抚养权 我建议我们 先查一下 您和杨先生的财产 是的 我不打算要儿子杨杨的抚养权 只要想起 他在我葬礼上 笑着喊灵月秦妈妈的场景 我就恨不能活过来 掐死这个逆子 我捧在手心里 如猪如宝的 疼了三十年啊 我将所有的精力 都用来培养他 将公司交给他 在他婚后 更是任劳任怨 帮他带娃做家务 最后就换回这么个白眼狼 我还要他做什么 我倒想看看 这辈子 没了我杂钱培养他 他能混成个什么样 我将所有事宜 全权委托给律师后 将优盘也一并放在了 他这作为证据 回家之前 我从超市买了瓶白酒 我拧开用白酒 竖了竖口 然后将剩下的 撒了一些在衣服上 我使劲揉了揉眼睛 装作喝大了的样子 准备好之后 继续面对下一场战斗 果不其然 我妈已经在我家 等待多时了 林月秦靠在妈妈身上 眼睛哭得跟核桃似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受委屈的是她 我想也没想 装作烂醉的模样 上去就撕住了 林月秦的头发 发酒疯似的 连扇了她几个大嘴巴 我妈没想到 我会这么生吗 等反应过来 将我拉开时 林月秦的脸都已经肿了 林秦月一手捂着脸 一手捂着头 害怕指望我妈身后躲 我将手里林秦月的头发 往地上一扔 直接开骂 放开 你们放开我 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 你勾引谁不好 你勾引你亲姐夫啊 你们这两个畜生 杨光明 你对得起我吗 我扯着嗓子使劲喉 生怕楼上楼下的邻居听不见 杨光明赶忙上来捂住我的嘴 嘴里一个劲的道歉 媳妇我错了 你原谅我 咱有话好好说 你先别激动 我无视杨光明的话 继续大声哭嚎着 老天爷啊 我不活了 老公跟亲妹妹睡到一起了 日子怎么过呀 杨光明 林月勤 你们不是人啊 我们住的是老居民楼 隔音差到小声说话 隔壁都能听见 更别提 我这么使劲嚷嚷 不出意外 明天杨光明 林月勤就能成为小区的新闻热点 杨光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妈 您先让月勤走吧 别在这继续刺激月娥了 杨光明 好歹是政府单位的小领导 要脸面 这事要是传出去 影响最大的就是她 最终 林月勤顶着个猪头脸 哭着离开了 而我装作渐渐冷静下来的样子 坐在沙发上 捂着脸装哭 我妈坐在旁边 紧皱着眉头 月娥呀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呢 你看看 现在闹成什么样子 第一时间告诉你 让你替他们出谋划策吗 不帮我主持公道就算了 竟然第一时间劈头盖脸的指责我 这真的是我亲妈妈 你也先别哭了 你这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日子还得过不适 我抬头看了我妈一眼 她的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心疼 反而一脸的不高兴和不耐烦 妈 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当年杨光明一穷二白 什么都没有 我二话不说 拼了命的创业赚钱 帮她走人脉想办法 她现在才生殖几年啊 就跟月琴搞到了一块啊 月琴是我的亲妹妹啊 我打小什么好东西 都先让着她 她现在去来抢我的男人 她良心是让狗吃了啊 我妈一脸烦躁地看着我 又拿出了上辈子的那套理论来压我 妈知道 你心里委屈 可那是你老公和亲妹妹 你还能打死他们不成 你这金儿气也出了 也该让这事过去了 她拍了拍我的手 装作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跟光明还有个孩子 这个家不能撒 你得为孩子想想 这俗话说 家丑不能外扬 今天这事儿 你就是再委屈 也得烂在肚子里 你也不想杨阳这么小 就被人说闲话吧 看她提到杨阳 我捂着脸 装枯装得更凶了 要不是为了杨阳 我说什么都要跟她离婚 杨光明看我态度软了下来 赶紧过来跪在我面前 二话不说 就抽了自己两个大嘴巴 媳妇 是我鬼迷心窍 是我对不起你 你就看在咱儿儿子的份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 我绝对不会再跟林月琴来往了 你发誓 我泪眼婆娑地看着她 我发誓我发誓 我要是再跟她来往我就下地狱 哼 你放心 我一定亲手送你们下地狱 第二天醒来 我拿起手机看了看 果然手机里的视频被她趁机删掉了 我只字不提他们出轨的事情 照常工作 生活 杨光明安分了好一阵子 扮演着一个温柔体贴的好老公 甚至晚上连洗脚水都打好了 给我端过来 嘖嘖嘖 杨大科长还真是能屈能伸啊 我们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一切都好似没发生过 如果忽略楼下的大妈 看我们的眼神的话 那天吵架后 杨光明和林月琴的事 早就在小区里传满了 只要我们已出现 小区里的大妈们 就会立马凑成一堆 看着我和杨光明的背影 指指点点的 后来 更是有胆大的大妈 直接凑上来问我 那天晚上听到的事 是不是真的 我红着眼眶 低头欲言又止 最后哭着跑走了 这天之后 杨光明和林月琴的事 在小区里传得更凶了 没多久 林律师通知我 调查有结果了 我看着手里的调查书 气得浑身直发抖 我和杨光明的账户上 竟然只剩两万多块钱 我在结婚后就开始创业 这几年的时间里 生意越做越好 哪怕去掉 被杨光明拿走去走 关系送礼的钱 存款少说 也还有一百多万 我看着资料上的详细内容 恨不得活活扒了 这个王八蛋的皮 他竟然在三年前 就开始大额转移财产了 除此之外 每个月他都会给林月琴打钱 少则几千 多则几万 最早的一笔 是在七年前 是我和杨光明结婚的第二年 林女士 这些钱的去向 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证据也很充分 如果你想的话 可以试着追回这些钱 李律师看着我 依旧冷静 估计平时这种离婚官司见多了 不过 以我的经验来看 全部追回的可能性不大 我心里有数 这么多年过去了 只怕杨光明 早就挥霍了不少了 暂时先不打草惊蛇 等我准备好了 再动手吧 离开律所后 我来到房产中心 在市区租了个两室一厅的房子 作为我日后的小根据地 为了知己知彼 我找了个四家侦探 暗中跟着杨光明和林月琴 风平浪静了这么久 他们也该按捺不住了 没几天 四家侦探给我发过来一段语音 语音里 杨光明的声音清晰无比 晴晴 你知道的 我从一开始 爱的就是你 只有你 要不是你当年嫁给了张亮 我怎么可能会娶林月娥那个女人 我娶她 还不是因为她长得有一些像你 我现在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万一她将事情闹大 到时候 我们不仅名声难听 连我的工作 恐怕也保不住了 再说 她这么会赚钱 让她赚钱给我们花 你就每天开开心心地购购物 喝喝下午茶 何况 你要多为我们的儿子想想啊 杨杨每个月的辅导费 生活费可是一笔大开支 我浑身冰冷地坐在出租屋的沙发上 整个人像傻了一样 原来 他们还有这么一段过往 怪不得当年杨光明见到我之后 就对我 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原来是拿我当林月琴的替身了 她说的儿子是怎么回事 她竟然跟林晴月有了孩子 语音里的林月琴声音娇娇柔柔的 跟杨光明无耻地打琴骂靠 哎呀 人家都知道吗 当初都是我姐在我面前 说你人品不好 骚扰她 我才以为你不是好人 转头嫁给张亮的 现在看来 是我姐看上你了 才故意 在我面前说你坏话的 要不是她从中阻扰 我们俩人怎么会被迫分离呢 你放心 为了咱们的儿子杨阳 我不会轻举妄动的 但你也不能让我等太久啊 等将林月娥手里的公司搞到手 你就得跟她离婚 我要正大光明地做你的杨太太 我整个人的血液 像是被冻住了般 满脑子都是那句 咱们的儿子杨阳 杨阳 她是什么意思 我呆呆地坐在哪 上辈子的画面 一一在我的脑海中闪过 妈 你要是跟爸爸离婚了 我怎么办 你们离婚我就不活了 妈 我虽然结婚了 可是 你跟爸要是离了 这是传出去了 老丈人一家 该怎么笑话我了 您要是不高兴看见他们 您就跟我住 平时看看孙子 帮我们做做饭 随他们去吧 妈 您年纪大了 也该享清福了 公司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原来 上辈子只有我一个人像傻子一样 就连杨阳也早就知道了吗 杨阳 不是我的儿子 那我的儿子又去了哪里 我暗中娶了杨阳 林月勤 还有杨光明的样品标本 送去了亲子鉴定中心 在结果出来之前 我只能继续陪着他们演戏 我提着水果 敲响了我妈的家门 我想知道 当年的事 她是否知情 妈 我回来看看您 我和光明的事儿 让您担心了 是我这个做女儿的不孝 我妈一听这话 脸色顿时好了起来 笑着让我赶紧坐 还是我们月娥孝顺 想着我这个老太婆 月娥呀 你能想开就好 以后的日子 还得朝前看 杨阳是个男娃 以后还得娶媳妇买房子 你可光明的好好过日子 好好赚钱才是 还不忘了给我洗脑呢 这次 我要是再掏 几百万给杨阳买婚房 我就是脑子里有炮 妈 您说的我都知道 您放心吧 为了杨阳 我也不会再闹了 我顿了顿 试着提起了当年的事 当年为了生杨阳 我遭了多少罪啊 差点就挺不过来 要不是您和光明在外边守着 我可能就 杨阳也是个命苦的 生下来的时候 小脸都憋子了 还好抢救了那么多天 最终渐渐康康地回来了 我眼睛一眨 不眨地盯着我妈 清楚地看到 她在我提到生孩子的事情时 表情变得有些不自然 还提那些做什么 都过去了 你和杨阳这不都好好的 我妈摆摆手 显然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可惜了月秦肚子里的娃啊 要是生下来的话 也跟杨阳一样大了 真是造孽啊 月秦当时隐产 也不知道受了多少疼 我妈脸色越来越难看 直接转移了话题 不愿再说 她的表现 越发让我觉得 当年之事有隐情 根据这段时间 私家侦探的探查 和上次的录音 我终于弄明白了 她和林月秦之间的事 林月秦当初嫌弃 杨光明家里穷 就是个小职员 于光都不愿意给她一个 转头找了个二代张亮结婚了 谁曾想结婚没两年 张亮的爸爸 就因为贪污受惠进去了 张家一夜之间 风光不在 彻底垮了 张亮从小娇生惯养的 哪受得了这个打击 从此一蹶不振 天天酗酒 她觉得是林月秦这个扫把心 嫁进去 害得她家走了没运 俩人三天两头的打架 那时候 我当林月秦是个宝 舍不得 她这个亲妹妹受苦 就把她接到家里来住 日日好吃好喝的伺候着 没多久 我跟林月秦前后脚怀孕了 她跟张亮的关系 也缓和了些 结果没想到 快临盆了 张亮喝个烂醉 跑来我家大闹 跟林月秦吵得不可开交 我为了护着我的宝贝妹妹 被张亮推了一把 倒在了地上 身下当场就溅了血 张亮见状酒醒了大半 慌里慌张地跑了 林月秦打了120 将我送到了医院 我在产房里 生生疼了一天一夜 好不容易才把孩子生了下来 可产生太长了 孩子缺氧 憋得浑身发紫 直接送去了抢救室 直到我出院 孩子还在医院的保温箱里住着 我只远远地看了她一眼 甚至没有机会抱抱她 出院后 杨光明跟我说 张亮看到我出血 以为自己杀人了 吓得开车跑路 结果半路出了车祸 人当场就没了 林月秦听到张亮死了 受了刺激 孩子也没保住 银铲啊 听说也是个男娃 后来 杨阳出院 我妈和杨光明去医院 把她接了回来 除了瘦小了点 其他的都很好 我心疼林月秦 怕她想不开 出了月子后 三天两头喊她 来我家散心 没想到 她跟杨光明 散心散到床上去了 如果杨阳真的是 林月秦 和杨光明的孩子 那我的儿子 到底被他们送去了哪里 哪怕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可是看到亲子 鉴定书的那一刻 还是心如刀脚 鉴定书显示 我和杨阳 没有一丝一毫的亲缘关系 而林月秦和杨光明 才是她的生物学父母 我的眼泪一滴一滴落下 打湿了手中的鉴定书 工作人员默默地看着我 一言不发 李律师给我递来一张纸巾 拿过我手中的鉴定书 渐渐地眉头紧锁 请问 林月娥女士和杨阳 真的没有一丝一毫的亲缘关系吗 有没有可能 他们是一和外甥的关系呢 我抬起头 有些不解地看着李律师 鉴定结果显示 林月娥女士和杨阳小朋友 没有任何亲缘关系 也不可能是一和外甥的关系 从县力体看 他们不是来自同一母系 工作人员的话 在我耳边乍响 我的脑袋 嗡嗡地像有千百个电钻 同时开工 林女士 林女士 李律师焦急的声音 在我耳边传来 等我回过神 我已经坐在了她的车上 好点了吗 你缓和一下 我们回办公室 再谈 我看着窗外的景色沉默不语 我一直以为 母亲只是偏心而已 却从未想过 也许我根本就不是她的女儿 人到中年 发现母亲 妹妹 儿子都不是自己的了 真是可笑啊 林女士 孩子不是你的 你可以起诉林月琴和杨光明 追回您的损失 好 我干爸爸的回答 何止是追回损失 这次我要他们身败名恋 好好尝一下 我上辈子受的苦 我掏出手机 给我远在国外打工的爸爸 打去了电话 爸 您在那边还好吗 家里有点急事 您回来一趟吧 回来的事情 先不要告诉妈和月琴 我爸以为 家里真的出了什么大事 订了最快的航班 火急火燎地赶了回来 下个月初五 就是妈妈的55岁生日了 我一定要给你准备一份大礼 第二天 我到附近最好的酒店 订了下月初五的生日宴 特意嘱咐酒店 准备好大屏幕 我要录视频 给我的母亲送祝福 那天 我想给妈妈送上生日祝福 播放的内容 到时候会提前放到优盘里 交给你们 随后 我挨个 给家里的亲戚打去电话 朱家 林家 杨家 都会在那天欢聚一堂 妈 下个月就是您55岁的寿辰了 我在银客楼订了写 等那天 咱好好庆祝一下 朱昭帝显然有些意外 愣了一瞬之后 笑得脸上堆满了褶子 他素来虚荣爱面子 尤其是在老家的亲戚面前 总要显摆一下 他这只山沟沟里 飞出来的山鸡 变成了城里的凤凰 还是我大闺女孝顺 知道疼人 妈 这辈子 就是沾了我大闺女的光样 是啊 你这辈子 上辈子 都是沾了我的光啊 我比林月琴更孝顺 对你更年听计从 可是我换回来什么呢 我笑眯眯地看着林月琴 主动跟她搭话 月琴 到时候你也去 亲姐妹之间 哪有什么隔夜愁啊 三天后 我到机场接我爸 拥抱的时候 我趁机从她肩上 拿走了掉落的几根头发 我将样品再次送到了亲子鉴定中心 麻烦帮我加急 谢谢 短时间内做了这么多次鉴定 我都快成鉴定中心的 VIP了 一周后 我拿着两份新出炉的亲子鉴定报告书 约我爸在我租的房子见面 月娥啊 这 这是什么 还有 你说家里有急事喊我回来 这么多天了 什么也不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问你妈 你妈也支支吾吾的 我将手里的鉴定书递了过去 爸 您先看看这个 我看着爸爸越来越难看的脸色 默默从包里 将塑校救星丸拿了出来 攥在手里 生怕她年纪太大 一个承受不住出意外 父亲不敢置信地望着我 手里的鉴定书掉到了地上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简单叙述了一遍 然后掏出了另外几份 亲子鉴定书递了过去 父亲沉默着 在沙发上坐了凉酒 酒到我攥着塑校救星丸的手都骂了 他才点了根烟 缓缓开口 说出了当年的秘密 你的确不是朱昭弟的亲生女儿 你的亲生母亲 叫陈芳 他猛吸了一口烟 声音暗哑低沉 当年 我跟你母亲陈芳谈婚论嫁的时候 出轨了朱昭弟 婚礼前夕 被你母亲发现了 我们大吵一下 不欢而散 可是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 消息都通知了 要是取消 老林家的脸 往哪儿搁 为了怕人笑话 朱昭弟 以我女朋友的名义 代替你母亲与我举行了婚礼 可是我和朱昭弟婚后不久 你母亲就发现怀孕了 她生下你之后 将你抱来给我 就走了 后来听说 她嫁了个家境不错的人家 生了两个孩子 你只比月秦大一个多月 为了怕外人说闲话 我们便对外宣称 你与月秦是双胞胎 没想到 想不到看上去老实巴交的父亲 还有这么一段渣男过往 男啊 您早就知道 林月秦不是您的女儿 爸爸猛地站起来 吓了我一跳 怎么可能 我要是知道 早把她掐死了 朱昭弟这个王八蛋 敢拿跟别人生的野种糊弄我 我饶不了他 还有杨光明这个畜生 敢这么欺负我女儿 爸爸一定帮你讨回公道 十月初五 在我的期待中到来了 朱昭弟穿了一身喜庆的旗袍 特意找人盘了个头发 化了妆 喜气洋洋的 站在酒店门口迎客 他像个开瓶的老孔雀 炫耀着他的羽毛 所有的宾客都到场了 朱昭弟坐在主桌上 一脸喜悦的 听着大家的祝福 爸爸有些心不在焉的 坐在他的旁边 默不作声 人到齐了 好戏开场 我拿着话筒走上台 看着舞台下 坐得满满当当的人 提高嗓音说道 感谢大家百忙之中 抽空来参加我母亲 朱昭弟的生日宴 今天 趁此凉机 我有一份大礼 要当着大家的面 送给我的母亲 朱昭弟女士 说完 我抬头看了一眼我吧 他抬着头望着 冲我笑了笑 我侧身朝工作人员 轻轻点头示意 大屏幕亮了起来 杨光明与林月琴 滚床单的大戏 在众人面前放了出来 林月琴白花花的胸脯 在视频里上下翻飞着 啊 关掉 关掉 林月琴发疯般冲向舞台 父亲起身拉住了他 爸 你放手 你快阻止他 林月琴的力量 哪里低得过我爸 直接被摁在了椅子上 视频的后面 是那一份份的 亲子鉴定书照片 我拿起话筒 继续往下唱戏 如大家看到的那般 我的丈夫杨光明 与我的妹妹林情月 有了不正当男女关系 而杨阳也不是我的儿子 是林情月与杨光明的儿子 不仅如此 我的母亲朱昭帝 在与我父亲结婚前 就与人朱胎暗结 欺骗我父亲林情月 是她的女儿 在此 我想问问他们 我的儿子 你们藏到哪里了 林情月到底是谁的女儿 所有人被这狗血的八卦 正在当场 只有当事人 疯了般地往台上冲 试图阻止这场闹剧 杨光明终于冲破阻碍 跑上了台 一把抢过我手里的话筒 大家别听她的 这都是误会 误会 可是视频拍得清清楚楚 大家都忙着吃瓜 谁还有心情听她的解释 你这个小畜生 你竟然敢这么对你骂 朱昭帝没想到 我会在她的生辰宴上 搞这么一出 气得整个人浑身发抖 胸部剧烈起伏 我妈 你是我妈妈 我的亲生母亲叫陈芳 你还想瞒着我 我注视着台下的朱昭帝 你 造孽啊 杨光明 你简直丢尽了我老杨家的脸 杨光明的母亲 我的婆婆于凤 上前狠狠扇了杨光明一巴掌 捂着脸 就带着杨家众人离开了 朱昭帝 林月琴到底是谁的女儿 你跟哪个也男生的 我爸的一声怒吼 再次将众人的视线拉了回来 林大国 你怎么能这么说 月琴是你的女儿 你的亲生女儿 你怎么能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你就冤枉我啊 朱昭帝往地上一坐 两手拍着大腿就开始哭 一脸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 真是没想到 这老林家 竟然出了这种事 亲子见订书都出来了 还冤枉呢 看不出来 林嫂子是这种人啊 可不是吗 还有她 那个闺女林月琴 跟自己姐夫勾搭到一起 真是不要脸 大白天的光溜溜地睡一块 是有多饥渴 众人说得越来越难听 林月琴一脸恨意地 朝我扑了过来 这个时候 杨阳突然跑过来 挡在了我的面前 你不要打我妈妈 她不是你妈 我才是你妈 你给我看清楚 林月琴一把将杨阳推倒在地 疯癫的样子有些吓人 我扶起杨阳 让工作人员带她去包间等着 啪 我上去狠狠抽了林月琴一巴掌 三十多年来 我拿你当亲妹妹疼 你勾搭你姐夫 画到我的孩子 现在 我就让你尝尝下地狱的滋味 你敢打我女儿 你个小贱人 朱昭地看到林月琴吃了亏 着急地往这边跑 还没跑两步 就被爸爸拽住头发拉了回去 整个宴会厅乱成一团 一种亲朋好友边吃瓜边拉架 看到的差不多了 我打电话报了警 我报警的原因 是为了找我的亲生儿子 朱昭地 林琴月和杨光明 直接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 在警察的审问下 他们终于说了实话 我的儿子 出生第四天就没了 朱昭地和杨光明 将他带到老家 埋在了老杨家的墓地里 当林琴月和朱昭地 收到张亮死了的消息后 就想出了换孩子的想法 杨光明知道 孩子是他和林琴月的 自然也捧在手心上宠着 而我就像那傻子一样 拼命地赚钱 帮他们养孩子 他们一群人 就这么紧紧地 扒在我的身上 吸了这么多年的血 至于林月琴 是朱昭地 跟他同村的相好的生的 他一直都知道 我爸没想过娶她 只是想着 能从我爸身上 捞点钱财 没想到 结婚前夕 我爸跟我亲妈闹翻 给了他上位的机会 本来他可以打掉 林琴月这个 不定时炸弹的 结果去医院检查过后 医生说 他子宫壁太薄 这次打了之后 很可能这辈子 就怀不上了 他怕一辈子没有孩子 最终我爸会选择 跟他离婚 所以 冒险将林琴月 生了下来 办案的小警察 一脸同情地望着我和我爸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怕是这么多年 没遇到过这么狗血的事吧 剩下的 也不在警察的处理范围内 我跟我爸 只能继续走司法程序 闺女 你想见见你亲妈妈 爸爸一脸疲惫 打开了今天的第二盒烟 不了 我摇摇头 这么多年 他都不曾回来看过我 想必也不想认我吧 那我又何必 再去打扰他的生活 十月初六 我去了老杨家的墓地 看到了那个小小的坟包 他孤零零地待在一边 连个墓碑也没有 我跪在坟前 看着他的旁边满是杂草 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 我恨 恨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 让我的宝贝一个人孤孤单单地 躺在这这么多年 他还那么小 我都没来得及好好看他呢 这些年 不知道他怕不怕 想不想妈妈 我托人找了个风水不错的地方 打了一座新坟 调好了时辰 将我的宝贝牵了过去 我买了几车的衣服 玩具 之前 在他坟前 足足烧了七天 希望这些东西 能让他在那边过得好一些 我和杨光明的离婚官司 打得很顺利 他转移走的那些财产 大部分也被追了回来 房车归我 孩子归他 夫妻共同存款 我同一份一小部分给他 不为别的 只为杨阳在生日宴上护我的那下 离开法院的时候 他跟林秦月一脸恨意地望着我 显然仍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怕是想着 将我扒皮拆骨呢 我爸和朱昭弟离婚就艰难了些 朱昭弟说什么也不愿意尽身出户 死活赖在家里不肯走 自从林秦月当年说 孩子没了后 就一直在家里闲着 再也不肯出去上班 我爸心疼他 快五十的人了 为了供养他们母女俩 再朋友的介绍下去了国外打工 一年就回来那么十几天 赚的钱 全都被朱昭弟和林秦月挥霍了 我以为事情到这也算是结束了 没成想我还是低估了杨光明 和林秦月的无耻 林秦月竟然带人 天天跑到我的公司门口大闹 颠倒黑白说我是个白眼狼 我真是气笑了 既然这么不想过安生日子 那就别过了 第二天 我就将杨光明乱搞男女关系 以及行贿的证据 交到了有关部门 然后租了个广告车 开到了杨光明的单位门口 将二人滚床单的照片打码之后 循环播放 旁边立了个一拉宝 将他二人干的那点子 恶心事介绍了一遍 这下杨光明总算是真的着急上火了 一遍遍地给我打电话 我看也没看 直接将所有联系方式全部拉黑 然后带着我爸去了外地旅游 后来 听亲戚说 杨光明被单位开除了 因为行贿 被判了三千零七个月 我留给他的那点财产 也全部交了罚款 而林月琴和朱昭弟 没了经济来源 没了房子 俩人苦哈哈的 带着洋洋租了的老婆小住着 朱昭弟找了的扫大街的活 林月琴则又开始寻找目标 准备勾搭下一个饭票 我将家里的房卖了 重新在市中心买了套新的 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中文字幕提供